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我们 今天从 师长 吉福消灾之道 再续版 这是老人家 为这本书写的续文 来学习老人家对于 因果教育的重视 因果教育的重要开示 在我们 现前 因果教育是 刻不容缓 老法师常说 伦理道德教育 让人此于作恶 因果教育 让人不敢作恶 这个不敢作恶 效果比较 利己 让 学习的人 先产生一个敬畏的心 不敢作恶 不敢作恶 不然他不懂因果的事无忌惮造恶 这个就会 社会大乱了 所以这个周安氏先生 清朝周安氏先生说 这个 人人知因果 天下大智之道也 人人不知因果 天下大乱之道也 当然我们在学校系统 讲因果 不要让 这个 家长 感觉好像是很宗教性 因为可能现在现况 学校里面 宗教不同 我们用 儒家的言语来讲 甚至可以呼应一下 这个圣经里面 有讲什么 众善得善报 那 儒家讲的 做善 这样子百祥 做不善 这样子百秧 所以善是因 百祥是果 吉祥是果 恶是因 百秧 祸害是果 这个 儒家也 讲了不少 好 我们看这个大学里面讲 祸 而入者 亦备而出 你这个用不法的手段 得到的祸 那铁定 你是守不住的 包含你言语 言背而 出者 你这个言语不符合道德 伤道人 你造的这个恶 亦备而入 还会回到自己的身上 这个小俄语说的 打人就是打自己 骂人就是骂自己 这个更通俗了 包含我们 这段时间学习第四规 文遇孔 文过心 是因 是因 质量事 见相亲 是果 文过心 是因 是能感 敢来良师义友 来护念你 质量事 见相亲 这个是因 这也是果 第四规也不利因果 你包含 我们跟同学们讲 一个人对父母能够 东则温 下则静 对人的关心特别敏锐 他现在培养了这样的德行 他以后到社会 你看这个是众因 得未来的果 你看他以后到社会上 各行各业 都是服务他人 他这个非常敏锐 随时可以察觉 人家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 可能他需要喝水了 可能他太热了 赶紧去调 温度了 都可以引导孩子 看到未来的果相 好 所以佛四十九年所说一切经 从世上没有离开因果 两个字 而一个人对因果敏锐 他会对自己负责任 现在不负责任的人 对因果没有概念 甚至都把责任推给别人 我们看 师长的教诲 佛言 一切法从心响生 依随正转 我们这段时间 常常跟大家提 一句话 有佛法就有办法 佛法管用 哪一句管用 大家看一下 老婆上 讲了两句 大家觉得这两句管不管用 一切法从心响生 依随正转 请问我们现在遇到的哪一件事情 离开了这个道理 问题 问题是你要相信这个真相 你相信了 你就会用它去思维 去解决问题 没有一个问题不能解决了 而且是从根本解决 所以信重不重要 相信佛法 你才肯去用它 老和尚受了巨族戒 回到台中联社 谢老师 李秉兰老师在门口 对老和尚说 你要信佛 信佛 大家听过这个故事没有 大家听这个故事都是 想着老和尚被李秉兰老师 信佛 老和尚讲这个故事给我们听 为什么 提醒自己要信佛 信佛所说的真相 不要再随顺自己烦恼习气了 随顺佛陀的教诲 我现在对人事环境 物质环境不满意 这是我的心线 从心想生 怎么解决 调整我的心 相信一切法 从心想生的人 会不会抱怨 假如我们现在还会抱怨 我们不相信这句话 老和尚常常用做梦来比喻 梦境怎么来了 我们的心想出来了 梦里面有人 山河大地 我们做的梦叫梦中梦 我们现在还在做梦了 所以这整个静也是我们的 心想生 真的信佛所说的 并且依佛所教的去解 去行 他一定得利益了 他心念一转 境界就开始往好的方向转 你是善的念头 这个境界就往好的方向转 你还是用情绪在面对这个人跟事 他就往不好的方向转 有个孩子问我 都差不多二十岁左右吧 他说 我知道我母亲为我好啊 可是他每一日讲话呢 都太啰嗦了 我就忍不住啊 用不好的口气跟他说话 我说那你换一个说法 他说母亲啊 我知道你为我好 但是呢 我待会有什么事要忙 我们可不可以改天再说 因为他觉得妈妈一讲 讲太长了 耽误他其他的事啊 我说这样的结果啊 会怎么发展 一个是你用情绪去应对了 一个是你的心先理解 确实慢慢是为你好 然后你也要学会沟通 不要都是用情绪在讲话 这样两个发展一不一样啊 其实孩子他都懂得去感受 我们都可以分析给他听 你看不同的心念 跟你母亲的相处互动 结果就不一样了 我们老祖宗有一个词叫沙盘推延 常常引导孩子来感受感受 这个事物的发展 当然了 我们要让孩子相信这个道理 首先我们自己也要很相信啊 你对一切法充心想生完全不怀疑 你在讲的时候就很有受力了 好 那依随正转 你看老师上说的正报指自己的起心动念 依抱则包罗甚广 静得从个人的身体相貌 我们有没有抱怨过父母 把我长得不够庄严 这个也是自己的心念变现的 尤其我们的进入秋天 那更要为自己相貌负责任 远至周边一界人事环境 物质环境 自然生态虚空法界 无不涵盖其中 皆随顺个人心念 染净善恶 而呈现美丑 好 一抱随着正报钻 好 我们随着老上这两句教诲 从今天开始我们不怨天不由人 我们过上这个日子 这样我们一怨就把自己功德烧掉了 别干这种傻事 故知心形是因 或福是果 我们的心形是能感 或福是所感 向谁心转 风水载人心 看事情能看到根源处 我们常用一个词叫 彻法原底 我们现在学了佛了 这个看法跟佛的看法一样 这个眼睛就变慧眼 佛眼 林哲局先生 他也是佛弟子 你看他看事物都看得很透彻 那个实无意 很有人生的见地 大家有时候可以多多在 自己复习复习 温固而知心 可以为私矣 当然也常常 刚好有这个机缘 帮同学们复习复习 可能同一个道理 可能听到第五次第八次 突然感触比较深 你不知道 每个人不知道是第几次 我看我们现在的根性 说一次就感悟很深 我自己观察自己 不是这个根性 我记得看老上的十年因缘 跟李秉兰老师的 学习的十年因缘 我都听了可能都有二十次以上 都觉得突然看到一句话 哎呦 这么说话的话 我怎么没有注意到 自己还是要有自知之明 不多听几次啊 深入不了 真的哦 听了二十遍了 还没注意到哪一句呢 老上说 善之士 对我们最大的帮助 你看我居然漏掉这一句 帮助我们放下忧虑牵挂 分别执着 我们现在还有没有忧虑牵挂 老上把道理给我们讲明白 理得心安 心安就没有忧虑牵挂了 假如还有忧虑牵挂 那我们没有 住在老上的法上面了 没有以他的法来思维了 善之士难欲有 老上一代实教这么好的法 我们不用他来思维啊 那这个福报 就折损掉了 人在福中不知福了 你好好去思维 好好依教奉行啊 珍惜这个缘分福报 好 比方说老上劝我们 扩宽兴了 普天之下没有不能包容的人 好 你真的 把这句话放在心上了 没有你不能包容的人 不容易生气了 好 所以老上 帮我们放下 忧虑牵挂 理得心安 还有帮我们放下 分别 执着 这分别心很容易起哦 你看好丑就是分别心了 你看我们现在台湾社会 你会见到很多 很多不同肤色的 人 不同族群的人 不同族群的人 不同宗教 都有 不能去分别 一分别可能就产生了优越感 产生傲慢心 老上直到我们要礼敬诸佛 不去分别 那你在处事当中就修普贤形了 看我们教书 平等礼敬每个同学 不偏心 这就是普贤形的落词 广修供养 广修供养 平等的供养 对哪个同学比较好 对哪个同学比较不关心 这个就不是普贤形了 我们净土违规 好不容易遇到 无量节来 稀有难逢之一日 可以出轮回 这可是大事 现在邻居老居士 了解了念佛法 高兴了三天 把他的书法改作欢喜哉 高兴三天 一直说了 我终于可以出去了 终于可以出三界狱 终于可以出轮回 这个牢狱了 没有比这件事更大的了 其他的都是芝麻蒜皮 其他的都是什么 梦幻泡源 白居过信 好 那要出轮回 要净土违规 那普贤形的功德 会带我们到极乐世界去 所以我们现在 起心动念一言一行 跟普贤形相应 所以不要分别 就能落实普贤形 好 所以这个 自己观察自己的根性 确实要学习很多遍 常识熏修才能深入 那就像 林哲学先生 实无异 就提到了 存心不善 风水无异 因为风水在人心 不孝父母 奉神无异 拜佛也无异 你没有叫佛的教会去做了 敬业三福 第一福 孝养父母 我观察 现在的孩子 心里都有事 现在很少看到 笑得非常灿烂 一点忧丑忧失都没有 你看孩子有时候 看什么时候 不经意的 他也没觉得谁在观察他 谁在看他 那时候看他的表情 我们以前交朋友也看过 笑声哈哈哈哈 很大声的 听起来挺开朗 有时候不经意看到这个朋友 哎呦 怎么脸上是愁容 昨天有个男同学 他就说到 他跟他妈妈关系不好 因为啊 他妈妈在他小时候啊 对他陪伴太少 他怨他妈妈 诸位老师啊 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学生呢 我感觉现在父子有清楚的好的比例啊 不是太高 我们一回想说跟父母 没有隔阂啊 一想到父母 内心就觉得 很温暖 没有匮乏 大家去感觉一下 一个人跟父母的关系处不好 他一定会感觉他缺爱 缺的人会怎么样 没安全感 他就要想去控制 拥有 他才有安全感 所以大家看 事情啊 看人 看深入 入目三分 你不要看一个人 这个 占有欲很强啊 你看深一点 他缺爱 你本来要 要批评他呢 你一看到他缺爱 你必须要体恤他 有一些事物啊 你看得更深了 你可能就不发脾气了 那他也很难得 他提出来啊 跟我探讨 那承德啊 也是跟他提到了 你这个愿一直放在心上 你自己快乐吗 再来 你母亲啊 心上也会有这一件事啊 她也会过意不去啊 那你们两个都难过了 他还提到了 他妈妈 都给他道过歉了 而且还讲过啊 当时候 因为家庭啊 赚钱这些因素 都给孩子讲过了 我说那 你看你真的 体恤你母亲的男啊 你把这个愿放下 你母亲心上那个石头也放下 那 你们彼此的关系啊 就可以上一层楼了 而且 这个母亲恩德那么多啊 你何必就一定要 放在这个愿上面 所以我们 处事啊 念恩 忘怨 这是至爱啊 你念恩的时候 你的心情非常 欢喜 你念怨的时候你很痛 所以懂得至爱 那刚好对方呢 也是学佛的 也用到这一句话了 其实啊 你的人生 这个宇宙啊 也是你自己的心变的 当然我们要看学生 对方 他有接触过哪些道理 以这些道理啊 跟他引导 好 这个老上讲到啊 教育的两个目的 其实第一个目的很重要 恢复父子有精的天性 这是第一个目的 那他恢复了 他没有匮乏了 他不缺爱的人 他很愿意去爱别人 而且他爱别人 他不会去索取别人要回报 再延伸开来就是 爱自己的兄弟姐妹 爱家族 爱邻里相当 凡是人皆需爱 凡是物皆需爱 现在的小孩啊 太缺爱了 都会去伤害小动物啊 我们听过一些例子 一些野猫啊 拿这些小动物出气 有时候我们看了会觉得 这孩子怎么 这么残忍 你再看深一点呢 这些孩子一定都缺爱 所以他内心很苦闷 你不缺爱的人 怎么会做这样的行为出来 从一个大的 道理来看 行为不好的 都是缺爱的人 你可能去爱他 让他感觉你真为他好啊 他可能善根就开始出来了 好 所以这个 不孝父母啊 奉神无益 兄弟不合 交友无益 孝涕为人之本于 行止不端 读书无益 心高气傲博学无益 这些句子对求学问 你没有注意到啊 你学了一辈子学问 跟人没法相处 因为傲慢 心高气傲啊 这些学问反而是误了自己了 所以这个实无益都很精彩的道理 多跟同学们呢 父亲一起变 时运不通 望求无益 要有耐性等待 十节因缘的成熟啊 此时为一切化解灾难 修基福德之理论依据 好 佛这两句话真正化解一切灾难 修基福德之理论依据了 好 然消灾必先修福 修福啊 必先颤除业障 好 一切佛法 皆是忏悔修福的妙法 好 那了凡师训也说了 未论行善 先须改过 这个忏悔就是后不再造 不再犯同样的错了 那改过还是很重要 不然我们在修福啊 不然我们在修福啊 但是又造业 就好像这个桶子破了洞了 装水都漏了很多了 好 而且人 不忏悔啊 良心不安 这个真心用不出来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成长的经历 比方说做了什么坏事 不敢跟妈妈讲 然后那一整天喔 这个心好像 心上有个东西 我后来实在忍不住了 跟妈妈讲了 讲完之后啊 心里好像舒服多了 心上没东西了 所以人是真有良心 观自在不善 观自己的自性在不在 观自己的心念 跟性德相不相应 跟性德相应就很自在了 犯了错 不道歉呢 其实自己心也不自在 就是一个面子放不下 就面子搁在那里 舒不舒服 我们不肯道歉的时候 舒不舒服 我感觉 我们人先要自爱 被搞得自己 每天那么多不舒服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嘛 过而能改 善过胎 赶快去给人家道歉 心里就舒坦了 一切忏悔修佛法 皆是佛法 固曰 无有一法 不是佛法 善恶的标准为何 今要言之 挑最精华重要的 辱之五轮 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 朋友有信 五常 仁义理智性 四为 理义廉耻 八德 忠孝仁爱 信义和平 这是儒家的纲 提纲窃领 我们抓住这个纲 就可以在境界当中 观照 我的心形符不符合 五轮五常 四为八德 在道中 就不在劫难当中 具体落实在于弟子规 因为 我们懂了这些理 总要落实在世上 理事圆融 那弟子规都是生活当中 轮常的 落实 轮常的理 佛之三福六和 十善五戒 十愿十度 具体落实在于十善业道 这是指 佛家的纲领所在 这五个心门 三福六和 三学 六度 普贤十愿 道之崇尚自然法则 来把辱世道 纲领掌握住 接下来这个是 道德经说到的 生而不有 生养 你看天地 生养万物 但不占为己有 唯额不适 为 培养万物 但是不 适就是好像是 不是己能 就好像我们去帮助别人 没有放在心上 不能说 你有今天 都是我帮你的 那这个 付出是有求的心付出的 这个就与 道不相应了 求人回报了 心地不清静了 有一个故事 就是 有一个当官的人 曾经帮了一个百姓 后来这个百姓 致富了 致富了 结果这个读书人 这个当官的人 反而 衰落了 也没当官了 结果 有一天看到这个 他帮助的人家 结果这人家就请他 恩公恩公 请他进来 吃饭了 招待他 结果他就在那说了 假如没有我当初帮你 你怎么有今天呢 就这种气势 出来了 结果 这个人发达了 然后看到 这个曾经帮他的人 好像 很要这个功劳 你的心念不好啊 有可能触动对方的不好的心念 他觉得你这种态度让他觉得很侮辱啊 也不知道接下来还要对他提多少要求啊 你看他也往不好的方向想了 你假如说 哎呀哎呀 当初帮助你 也是 顺手的事 你不要放心上 可能人家会更感动 更希望多回报你 结果 你看人的心念不同啊 跟对方的相处的发展就不一样了 哎 对方也起了不好的念头了 不知道以后还要怎么对待我 起了 杀鸡了 就把 因为在他喝啊喝啊喝醉酒了 就遇难了 当然 这个也不应该这样恩将仇报 可是他会遭这个难 也是因为他 对人有恩啊 但是都要人回报 这个也不符合道家的精神 所以我们 都要往 了凡视讯讲的三轮体空 去努力 我们现在检查检查 我们心里面有没有放着 谁谁谁我帮助过 谁谁谁是我带的 我花了多少年的时间 我这马上随着 道家的教会 本来无一物啊 何处惹尘埃 把这些都放下来 清心寡欲 具体落实 则为太上感应篇 这是老和尚常说 扎三根 老人家 老人家提到 他观察 为什么上一代的人 出那么多高深大德 可是到这一代呢 怎么 比较不容易出了 观察了几十年 那些人呢 领悟到了 因为上一代 都有传统文化的根 根深蒂固啊 承认知凡也冒 这个根啊 承得观察 你看 胎教的根啊 最老 所以老和尚常说 重视胎教出圣人 重视三岁以前出贤人 三岁以后啊 交到君子算 蛮不错的了 你看这个十节因缘 确实存在 其不可施啊 施不再来 因为这是我观察到啊 这 胎教的孩子呢 他七八岁 他到学校去接触到 同学看那个不好的漫画 不相应 他就 他就不会去看 他的根老 你看 成德十几岁了 同学这些不好的东西 都看啊 染污啊 跟他们比 你不要看他八岁哦 一讲话 小大人哦 都是很稳重的哦 他又稳重又天真 哦 那人见人爱啊 嗯 好 好 那自己也接触过很多 学 经典了八年十年都有 但是他们都是 可能七八岁 十来岁才学 虽然学的时间很长啊 八年十年啊 这个一到 欧美去留学啊 那几乎 抵不过 这种五欲的诱惑 所以 这更重要啊 好 好 若论修学次第啊 守阴尊医感应篇 因为感应篇是民因是果 他能深信因果 不敢乱造恶了 赐寻弟子归 客敬人事 这人伦的本分去敬 力行十善 这样呢 汝世道的三根 以为菩提大道 之基石 所以 我们往生极乐世界是我们的 目标 就像韦迪西夫人 她很有智慧 佛把 宇宙的佛国度陷在她面前 她选了西方极乐世界 那佛先教她敬业三福 所以还是要修做人的基础 第一福 仁天福 符合了善男子善女人的标准 所以老和尚慈悲 第一福 这个第一福 佛经里面的善男子善女人 应当发愿 怨生彼国 善男子善女人是当机者 我们镜中也讲了一句话 随缘消旧业 不再造新疆 我们假如 没有三根 不懂做人 你说每天怎么可能不造新疆 哪 每天 贪嗔痴都会做主 不可能不造新疆 所以 人臣则佛臣 先要把人做好 所以以为菩提大道之基石 静观中国历史 五千年来 虽经朝代新疾 但古圣先王对辱士道三家教学之 普遍弘扬 无不重视 所以故能成就国家社会的长治久安 因为人心得到教化了 人心善 当然家庭社会就安定了 但至近百年西风东进 这个西风当中 功利享乐 包含工业革命之后 比较重 人人崇尚科技 功利为先 末世 忽视了 传统文化 忽略了因果伦理道德教育 就是老和尚把问题的根源分析出来了 我们人也要很会分析事才能解决事情 我也常常跟大众探讨 因为现在看起来问题好像分繁复杂 我们看从身体 慢性病癌症那么多 古人说病从 苦入 人的欲望强 你就忍不住 迟一些可能对自己身体不好的东西了 你看身体的毛病 心理的毛病 现在忧郁症很多 求不得苦 太多了 甚至于 你看刚刚讲到的例子 孩子 内心怨父母 因为父母的陪伴太少了 等于是说孩子在最需要的时候 变成 电动玩具陪伴他了 家里空荡荡的了 一个人忧郁症的情况 依据调查 都跟家庭有关 比例蛮高的 所以大家想一想 我们是多赚点钱 还是多陪陪孩子 让他心理健康 这个不好抉择 这个不好抉择 其实 赚多少钱 是修来的 不是说你 工作12个小时 14个小时 你就赚的比较多 当你赚了很多 而亏了你的道义本分 你那个钱留不住 利者义之和也 你看义经讲 利跟义有关 你亏了义 要亏了福报 很明显的 父母赚了很多钱 忽略孩子 陪伴教育 结果这个孩子 赌博了 孩子 交涉营益了 那你父母赚的钱 人都锁不住了 所以人还是需要安心 所以这个了凡视讯 大家要多推广 理得心才能安 命理有时 终须有 不然那种氛围 大家都拼命赚钱 除非明理的人 不然一定都会受风气的影响 多少人 本来教书公务员 下海经商 那一波一波大家 都在赚钱 像 陈德 俗家 父母啊 是同学 师范学院的同学 都是出来当老师的 后来 这个父亲是 当说老师的薪水啊 不是太高 又去搞考考啊 去当公务员啊 在银行里面服务啊 看起来钱赚的 比我母亲多了 结果后来 退休了 退休金只有我母亲的一半 她也常常开玩笑 现在都吃你母亲的 你看 命理有时 终须有 呵呵 呵呵 好 那 我们在这种风气之下 要立得住还是要明理 好 那 刚刚 陈德分析的 身体有问题 跟欲有关 心理有问题 孩子缺乏陪伴 也是 父母太重力了 或者人太重欲 他就有求不得的苦 诸苦皆从 贪欲起 你看每一个原因 你分析到人心 离不开利欲 你看家庭的纷争 夫妻 为什么闹离婚 你中欲了 第三者出现了 或者太重力了 夫妻重力就轻易了 你看父子兄弟 为什么上法院 为了利 包含社会的问题 你看这个团体 为什么 诚信问题 为什么跳槽 精神没有异 还是利欲勋行 从根本上看 就是人心的问题 就是缺乏伦理道德因果 我们看自己 看学生 看亲戚朋友 都能看得很深 看到问题的根源所在 我们才能对症下药 好 演变至今 因为忽略了仁理道德教育 都是功利 小至个人家庭 大至国家社会 乃至自然生态 人放纵自己的利欲 为了要赚多一点钱 破坏大自然 所以老和尚看事情 你看这个都强调环保 有改善吗 根源的环保是心理啊 你人都自私自利了 你这个环保要做好很难 看到根源 所以生态 自然生态 还有宇宙平衡 一一遭受严重的破坏 地球人类的寄绝存亡 实为今日 世界 共同面临的最大课题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我们要敬家庭 社会团体 包含这个世界的道义 我们是地球公民 现在气温上升 好像 有一个骗子叫是不是 什么 正负 什么0.2度还是 那个骗子 就是你超过了之后啊 可能这个生态就没有办法逆反 逆转 可能一些永动土啊 一解冻啊 一些不好的气体出来啊 这个地球就没有办法 再恢复 健康的自然生态 真的是 寄绝存亡 而改善大自然最好的方法就是 吃素了 正负二度 西 我记得我当时看过这个片子 你说这个需不需要教育我们每一个 同学 小朋友 珍惜地球资源 吃素啊 让这些植物不要被砍伐了 所以西方现在很 重视这个蔬食 都是用环保的一种 角度啊 在提倡 那小孩从小都为了整个世界在着想 那这个孩子是有福报的孩子 而且你在学校里面呢 用为了救地球的角度来谈素食 我相信各个宗教都能够接受了 对修行人来讲 无情不能修道啊 没有情意没有道意啊 修道修不成 见义不为啊 无永也 我们也要静好地球公民的责任 那延伸开来 你看这些垃圾分类啊 爱惜环境这些教育 老子云知常约明 不知常妄作凶 这个常呢 即常道 因果伦理道德 事也都是常道 就如啊 日月星辰之运行 春秋世纪啊 之流转 永恒不变 我们古人就是道法自然 他能看到天地这些运行的道 天行见 君子以至强不喜 第四坤 君子以后得债务 生而为人 若能生明本分 因寻之常道 五常 包含我们刚刚说的五轮 这个都是常道 随顺自性本具之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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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刚刚也提到这个医报最近的 就是我们的身体相貌 中医强调呢 仁慈养肝 我也遇过一个朋友 说我爷爷很喜欢帮人啊 可是他怎么短命啊 我说你爷爷是死于什么原因啊 他说肝癌啊 我说你爷爷是不是脾气很大 他说对啊 我爷爷脾气很大 暴怒伤肝啊 虽然喜欢帮别人 但是有这个比较严重的 习性啊 而且你发脾气哦 全家人 心情都很抑郁哦 怒是蒙虎啊 每一次打开家里的门 心跳都加速哦 这个就没有无微不思了 所以我们当老师的 一走进 教室 看看学生的表情 是这样 还是 很期待老师进来 哦 所以这个佛家讲三种布施 这个我们老师面上无称共养俱啊 脸上 都是很亲切的 当然是恩威病施 是 仁慈养肝 正义养肺 礼乐 养心 智慧养肾 肾 智 智慎 智慎 智慧 所以这五常 跟五脏是相应的 包含跟 这个古琴 五音都是相应的 工商觉子语啊 那天我们 这个一位王老师啊 他是古琴老师啊 一弹曲子啊 啊 结果有一位 啊 我们华教的老 老师啊 他就举手 啊 我刚刚听你的曲子啊 啊 我的腿啊 哪里就 就麻了 这个气血好像就通过去了 就有这个气感啊 麻麻的 他可能那个 那个音啊 跟他那条经络相关的 真的哦 那好的音声啊 能治病哦 佛家 以前治病啊 念咒语啊 那个声音就打通你的 气脉 武侠小说说的 任督二脉 那现在咒语可能 传的那个音啊 可能不够准 而且功力也不够 哦 不然这个音声 能量场也是很强的 哦 哦 哦 大家 多听听古琴曲啊 啊 我们 这个有一个平台 熏文成总 我们内部 一些资料交流的平台 啊 这个平台啊 也是应援继会啊 啊 拜 新冠 之词 啊 因为我们有 有两位同仁 他们是夫妻啊 啊 他们本来在大陆工作啊 啊 马来西亚人在大陆工作 结果当时新冠爆发了 他回不去大陆了 啊 我说 啊 我要去英国啊 你们 先陪我去一下啊 到时候再回来嘛 啊 结果一去英国啊 走不了了 没飞机可以坐了 哦 啊 他们 就是做后制的 录音啊 弄这些档案的 刚好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 有一位 家长啊 他说法师啊 你讲的这个 都是成人听的了 有没有给 十三四岁的孩子 可以看的呢 哦 那人家有这个要求了 我们就尽点力了 就找一些好的影片 动画啊 还有一些 这个 以前曾经跟 大学生讲的 我以前也 也跟这个 初中生有讲过课啊 这些 提供给他 所以才 弄了这一个平台 那这个 古琴老师 他呢 他呢 就挑了 哪个音乐 睡觉的时候 听 好入睡 吃饭的时候 听 胃口会 会开 那 他有整理出来 这个也可以提供给大家 啊 我们现在教书 不简单啊 你得请诸佛菩萨 隆天护法 来护持 这个班级的教学啊 我二十几年前教 我就觉得 一定要这么干啊 不然学生 随时会出什么结果 你不知道啊 还有用这些礼乐的教化 这个 对孩子身心的 帮助都会很大 一风一俗啊 莫善于悦 所以 这个音乐啊 会稳 好的音乐 稳定孩子的磁场 是很快的 所以你全校播什么音乐 就影响全校的 磁场 你的班级播什么音乐 就影响一个班级的磁场 我们播的是 至世之音啊 还是乱世之音啊 你总不能 教室里面播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那就很麻烦了 哨之死 血气未定 戒之在射 你现在小学 你就开始在让你 让他增长这些情愫 那这些孩子的心定得下来吗 所以老师 要会判断 有责任 你不能 不会判断都敢流行 那现在很多音乐是不妥当的 好 你看还有一首歌叫 我爱你 就像老鼠爱大米 那个是欲啊 大家不要说 都流行好玩 好玩 我们下一代就被我们玩掉了 是非善恶都不懂 好 若违逆信德 则怒气伤肝 悲恼伤肺 愤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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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愈恨 你愈恨 你失利就愈不清楚 所以不能返 要念阿弥陀佛 不要返 越烦 越烦越处理不好 做大事者不可烦 我们是做大事 没有什么事 比教育下一代重要 做大事者不可烦 烦必乱 那吃疑怨天尤人 伤脾胃 这一段 提醒我们 情绪都会影响五脏 我们把这个身体照顾好 还是很重要 戒甲修真 我们身体好了 对修行 对我们把工作做好 都有直接的帮助 佛法说明 随顺戒定会 伦理道德 折天清 日月清明 风雨已时 灾力不起 地宁 不寒 不贪 无水患 不撑无火灾 不吃无风灾 不慢无地震 所以整个环境 跟人心是一不是二 这个是分不开的 一暴随着正暴转 所以由事而知 七零年代英国历史哲学家 他们比博士之语 欲解决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问题 唯有孔孟学说 与大臣佛法 所以第一句真实智慧 这个 唐安比教授 他在强调中华文明的时候 当时候 当时候是大陆在文革 在那样的十节因缘 他还是相信中华文化的力量 而且他已经看到诸多问题 比方说都市化的问题 大家冷静感受一下 人口过度集中 人就很少接触啊 大自然 人 就很少得到 天伦的知论 你看在都市里面 三代同堂多不多 四代更看不到了 看起来好像都市化 生活方便 你看你有这个利 但是他的弊呢 我们现在往往喜欢方便 这个叫小利 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神啊 生活方便 可是孩子 缺乏了 孝道 缺乏家庭的伦理 缺乏跟大自然的相处 那他的内心会快乐吗 而且这个是影响他一辈子 你那个买东西方便 那是一时方便 而且说实在来 在都市里买的东西 不见得 健康哦 你看那都市人口那么密集啊 他要生产那么多的东西啊 整个生产线 都是急功近利的操作 所以这种都市化 会延伸出好多问题啊 他们比教授在七零年代就看到了 这个都属于先知先觉者 我们喝一个牛奶 太多人要喝了 然后就要打激素 母牛的体内 让他要一直有奶 一直生 然后他们的天伦也没有了 那个牛一生下来就 跟母亲就扯开了 哇 你看 这些方式 里面都有因果 以前为什么 蔬菜那么多农药 化肥 吃的 包含肉类 都有荷尔蒙抗生素这些东西 这个跟都市化有没有关系 可是你吃的这些东西 全部回到人的身上来了 所以普遍的不一定是正确的 我们都要冷静 那农药化肥用到现在 多少土地不能种了 短节了 所以现在 我了解 台湾不少年轻人 学历也不低 但是回到自己的故乡 种有机农业 而且台湾山多 变成农业 有机农业观光旅游 用的挺有特色的 虽然赚的钱不是很多 但生活可以 而且去的观光客 欣赏到自然 还长这些 环保的建设 然后自己去采一些农产品 挺好的 而且不是高度集中在都市里面 回归自己的家乡 更重要的 多彩彩土地 这个山西产品 那么多静电 一彩土地 大地母亲 回到大地母亲怀抱 把你吸走了 我们感觉现在的孩子 悟性不足 好像说一才做一 说二做二 反应都比较不敏锐 太少接触大自然 太少服务老人 服务长辈 不然以前大家族 每天都要断念这些 他不会迟钝的 所以我们这个 几千年的社会 都是大家庭 现在短短这几十年 快速都市化 你看我们这个 整个身心家庭社会的状况 犯罪率 哎呀 这是 人心的问题 延伸开来 太多了 你说现在吸毒的人 为什么那么多 谁不知道吸毒不好 他就缺爱空虚 到严重的程度 他就可能会 寻求这种很强烈的刺激 才能忘掉他内心的苦闷 所以他们比较受一些论典 还是很高瞻远瞩 我们有了这些正确的认知 我们要带动整个社会 整个社会 往正确的方向去走 比方说饮食 比方说饮食 然后去 带动回归正确的 有机农业 这个都跟我们餐桌上吃有关系 签一法 动全身 包含我们去带动三代同堂 而且你这一份心 是为了整个社会 为了整个世界在着想 你吃树为了环保 为了世界 福田靠心根 这个最近 因为 听到一些大众 讲了一些 事例 现在 可能治安 有些地区也不稳定 我们的学生 也有可能 在未来 遇到一些危难 那 有一尊菩萨叫观世音菩萨 释迦牟尼佛 在无量寿经文都特别 提到 众生若有极难恐怖 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 无不得泄脱 这个学生能接受 我们都 一定要告诉他们 在危机的时候要念观音菩萨 千处祈求 千处应 当然 假如其他宗教也有强调这个 这个大家也可以提供出来 我们现在也是 以师制为己制 宗教团结 宗教回归教育 宗教互相学习 那孔孟学说 以大臣佛法圆满 寒色伦理道德因果 哲学科学教育 学习 伦理道德教育 则始于作恶 我们这几天跟大学生上汉学 他们学了孝道 上台分享 要发惭愧心 然后要改正自己的坏习惯 这个是 学的伦理道德 此于作恶 学习因果教育 则不敢作恶 所以故于五者之中 又需特重因果教育 若未深明因果 虽奉行伦理道德 这个是老人家强调 因果要排在前面了 他奉行伦理道德 偶逢 遇逢 遇逢 高明厚利诱惑之时 往往难以致辞 他 把持不住了 偶逢 一开始是还在学 道义 但是立宗之遗憾 最后还是败在明文立 之下 这就很遗憾 禁忠十三祖 印光大师常言 因果者 世出世间圣人 贫治天下 度脱众生之大全也 所以若欲挽回世道人心 舍提倡因果报应 众令其学士道德 神通智慧 与圣贤佛菩萨相起 亦无如之何矣 旷其下焉者乎 所以这个印竹高度强调 要提倡因果教育 这个人才有根基 才不会被明文立养所转 师长提到了 经由王立明警官 诸君子发大慈悲心 从边疾夫消灾之道 那这个是 在太上感应篇绘编里 挑一些 重点 然后又把它翻成白话 现在 一般的大众 他文言文不一定看得懂 把它翻成白话 现在往往都要好人做到底 送佛送到西了 详视因果治理 很详细解释这个因果的道理 引人深思 发人警醒 而且这个翻成白话 文笔论事 排版教对 无不认真负责 陈属难得 这老和尚也是修水洗功德 给我们看 老和尚的行仪 跟普贤行都很相应 我们内行人看门道 要看老和尚怎么落实 三浮六合 三学六度 普贤十愿 就像我们前面学弟子规 常常举老和尚怎么落实这些教诲 主于为序 请老和尚做序 义不敢辞 请愿有缘阅读此书 认真奉行者 均获消灾及福之真实利益 人为福人 居为福地 百福千祥 摘消福来 即在当下 仅此术语 略表随喜赞叹之意 那 诸位老师 我们 共同发心 好好 深入太阳感应篇 汇编 那我们所在的地方 福地 福人居 变成福地了 老和尚说 一个人真念佛 这个地方不遭难 不知道大家听到这句话 下一个念头是什么 哎呦 赶快去找谁 跟谁 做邻居 什么 这个有点向外求 佛法是内学 要请佛注释 要请自己 而古人留了一句话 人为善 福衰未至 祸已离去 人为善 就跟祸不会感应了 这个祸 这个祸就会离开了 那 我们就摘消啊 福蓝了 那我们 人 赶快交给学生 那学生的人生 也是摘消 福蓝 所以施施施施 童子之命也 老师 影响孩子的人生命运 不说别的 讲几个 爱护动物啊 得好的果报 伤害动物啊 得短命报 这个故事啊 小孩单纯啊 一听 他的这种 本性 善根一出来 他就不造这个 伤害昆虫 昆虫草木 由不可伤 他少造很多业 多造很多福 这个老师功德无量 你看我这个 这个伤口就是爬到树上啊 去抓金龟子 掉下来割的 幸好没有割到动脉 这个有祖宗保佑 刚好在血管中间 所以我是写灵灵的例子啊 我福报不够啊 没有当诸位老师的 学生啊 不然我就不会造这些业了 人生总在欲缘不同 也先谢过诸位老师 护佑你们的学子 今天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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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下 有些人 有些什么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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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